昨天果果说他想吃包子了 我们今天既然他放学 就来吃清风包子了 我们是15个包子 一盘小子 大宝粥 馄饨 果果吃的这个吃相饿了 感觉他们家鲜虾菜心的包子挺好吃的 我们每次都点这个 今天点了三两鲜虾菜心 二两猪肉回家 好吃吗果果 你吃个菜心 感觉我们一家子饭量好大 其实果果喜欢吃饺子那种带馅 尤其是喜欢蘸的辣椒醋 我感觉果果还是拿手吃的方便 刚才用筷子没这么好用 今天我们战斗力不太行 剩了四个饺子四个包子 正好果果明天早晨早饭有了 吃完饭回家 我这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家里的镜子旁 因为今天装货架的时候不是把后背刮了一下吗 我想撩起衣服来 照着这个镜子看看 看看那个伤口怎么样了 没想到悲剧了 因为我刚才扯的时候 发现刮的那道钉成嘎本了 跟我那个衣服粘在一块钉上了 我再把衣服都掀不起来 你帮我看看大伟 是不是干把钉在那个衣服上了 瘦院嘎本 痛痛痛 你说怎么办 就这样硬扯起来 要不衣服都脱不下 我要不出去给你买点点敷 到时候给你往上面抹一点 等它湿一下了 就起来了 你说呢 这样硬扯的话 可能会流好多血出来 反正我感觉是 以前我头上切猴子的时候不是有伤口吗 然后每一次去换药的时候 那个纱布就跟那个伤口就会粘住了 然后那个护士给我上面涂点符 让他那个湿一下 湿了之后 慢慢的就会那个湿起来了 我现在穿上衣服 去给小月买去了 晚上的天气还清冷的 同德堂药店 在他们家买吧 买了一个点符 买了一个棉签 19块5 小月最害怕受伤了 我估计我等会给他处理伤口的时候 他应该会喊疼 因为他太娇气了 我把药给你们买回来了 你们干嘛呢 果果说我后背受伤了 他不敢看 他怕自己会晕血 那是果果心疼你 妈妈没事 果果什么有点紧张呢 别怕 没事啊 我给你慢慢弄 今天大伯还挺体贴 知道我不能洗澡 主动给我打了盆洗脚水 现在是边泡脚 边处理伤口 因为你现在是冰号 你说我不给你帮忙 你会怎么办 疼吗 还行 不是很疼 反正就是抹到了 这个点符抹一下 不会把衣服弄坏吧 没事 这个有点颜色 洗衣服的时候 应该能洗掉 还好不是很沙疼 有一点点感觉 好了 现在叫他湿一会 弄一会 慢慢它 他就是那个软化 把那个嘎巴泡软 然后轻轻接起来 对 后背上有多点 小岳平时不怎么受伤 因为他请细心的干什么事 今天无意中 把自己是给弄伤了 果果看到 也特别心疼 我们两个今天都陪着他 诶 那个洗脚水怎么样 热吗 热的呀 挺好的 这么天心 我都不怎么习惯了 这两天 你就不要那个刷碗呀 不要收拾屋子了 那个一切交给我 我来伺候果果呀 伺候咱们家 不至于吧 我后背拐了一下 我手又没坏 什么家不都不用干了 主要是我要因为这个小伤 让你体会到 我跟儿子有多么的爱你 多么的那个心疼你 你知道吗 是吧 果果 对 你这两天也要抱着妈妈 做做家务 是不是 你感觉幸福吗 还行吧 有点这种皇后的待遇 果果 你妈妈是皇后吗 是 妈妈就是我们家的皇后 爸爸是我们家的国王 我还成国王了 你现在破了半天了 我给你撕了呗 行吧 应该差不多了 果果 你要不给你妈妈撕还是 我来撕 撕的时候 那个慢点撕 慢慢的撕 哎 等等等会儿你来撕吧 我怕果果弄不好 你怕果果太粗鲁 对呀 他比较小 他不会 还沾着 疼 慢慢起来了 慢慢起来了 稍微下面还没破软化呢 再等会吧 你好像已经接起来了 我感觉 刚才使劲疼了一下 可能已经起来了吧 下面还粘了一点 起来了 起来了 扒开了 嗯 感觉通过今天这个事 一下长了教训了 以后在窗户旁边活动 干活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打开窗户的 那个直角棱角 有的时候不小心磕头也特别疼 果果 记住了吗 以后在窗户旁边小心碰头 或者撞到撞到那个窗户脚那 知道 感谢观看